这是本月自杀的第32位科学家 自杀并不奇怪 可一个月内有这么多科学家自杀 那就非常奇怪了 警察大使调查发现 基本每个自杀的科学家的家中 都有这个酷似VR眼镜的东西 难道他们的死和这东西有关 还没等大使处理完现场 谁知又有一位科学家自杀了 这位自杀的女科学家名叫威拉 就在一分钟前 她还在和同事讨论物理学术的问题 然而就在探讨的过程中 威拉却突然询问同事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 身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家 同事自然不相信 威拉听后没有说话 而是转身离开了实验室 只见她来到实验基地的高处 接着便发生了刚才的内疑 然而奇怪的是 在威拉死后 威拉的母亲叶文杰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悲伤 反而一脸淡定 等葬礼结束后 叶文杰就将威拉的好友陈景叫到了房间 紧接着 她就把威拉的游戏头盔交给了程景 并说到这是威拉在遗书中特意叮嘱的 说一定要把头盔交给你才行 程景仔细观察了一番 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技的东西 而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头盔里其实隐藏着一个震惊全人类的秘密 一回到家 程景就立即戴上头盔开始试玩 很快她便进入了游戏世界 此时她身穿汉服身处在一望无际的土地上 然而让程景感到惊讶的是 游戏世界里的感受竟如此真实 就在这时 程景忽然看到前方不远处缓缓升起了巨人 紧接着 漫天的黄沙便开始飞舞 程景被狂风吹得睁不开眼睛 她本能地向后倒退 突然她感到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 随着狂风吹走地上的沙子 一具可爱的干尸就赫然出现在她眼前 被吓到的程景立马退出了游戏 然而当她再次尝试进入游戏时 没想到 这次竟然穿越到了中国的商周时期 在这里程景遇到了周文王 周文王告诉程景 一旦进入游戏就必须接受指派的任务 而程景的任务 就是要解开游戏世界里的终极谜题 还没等程景询问谜题是什么 周文王就要带领她去见自己的老大 可还没走多远 前方就突然升起了一轮烈日 只见周文王一边大喊着快跑 一边向前面的掩体跑去 原来只要被烈日长时间照到的人都会死 程景跟随周文王躲到了石墩下面 随着烈日的移动 阴影处也逐渐缩小 为了保护程景 周文王果断将随从推出了阴影 只见女孩站在烈日下缓缓脱下衣服 接着就笔直地躺在了地上 等阳光没那么强烈后 周文王这才敢走出来 他把女孩的干皮打包卷好 随后便交给了程景 原来在这个世界中分为乱纪元和恒纪元 乱纪元气候异常 人们需要将自己脱水才能躲过 等到恒纪元到来后再把干皮丢进水里 到时死去的人就能立马复活 而程景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等到恒纪元到来把女孩复活 随后周文王就带领程景进入了金字塔 在这里两人见到了老大周王 周王想知道还有多久恒纪元才能来到 于是周文王二话不说 立即开始布阵粘 只见摆好的木头挂像逐渐加热变火 很快周文王心中便有了答案 他自信地告诉周王 八天以后将会是长达63年的恒纪元 这是一个可以让人类蓬勃发展的时间段 经过时间的快进 整个世界果然变成了恒纪元 只见周王威武地喊出泡澡两个字 下一秒大批士兵就将收集好的人皮扔进了水里 不到两分钟 大家果然就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程景见状也将小女孩的干皮扔进了水中 不出所料 小女孩也活了过来 然而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阴云逆布狂风大阔 人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而空气温度也迅速下降 大家瞬间乱作一团 慌乱中程景听到了女孩的呼救 她刚要上前抱走女孩 却发现此时的女孩已经被冻成了粉末 暴风雪持续了两个小时才停止 看着横式遍野的场景 程景顿时陷入了沉默 显然这个文明已经毁灭 而他保护小女孩的任务也失败了 与此同时 一个NPC忽然出现在他身后 NPC表示 周文王的易经占卜并不可靠 所以还要靠程景用科学的知识来拯救下一个文明 而下个文明要解决的是三个太阳运行的问题 随着镜头缓缓拉远 一个神秘人物也随之出现 而他正在监视着程景的一举一动 程景退出游戏后 他立即把好友杰克叫到家中 他觉得这个游戏头盔很有意思 于是便让杰克也尝试一下 可没想到 当杰克进入游戏世界后 里面那个女NPC竟然把他给杀了 什么事 你吃饭吗 一些葱就剩我的 head 这不是 Primary 这不是东西 我可以嗅到 我可以嗅到 我可以吃到 你吃饭 你吃饭吗 你解释了 你发现了 往远的现实现中的 这一步之物 我们说是50年 150年 那我对 对 不甘心的马克再次戴上头盔尝试 可结果还是被女人抹了脖子 由于体验感太差 杰克果断放弃了 然而当他回到家后 却意外发现茶几上放着一个白盒子 并且盒子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 杰克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放着一个全新的游戏头盔 在头盔一旁还有一张卡片 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我们曾邀请你加入游戏 可此时的杰克还不知道 这个头盔将会给他带来灭灵之灾 这次杰克没有被女人暗杀 可谁知他竟不按套路出牌 当NPC出现时 他居然把NPC狠狠揍了一顿 然而正当杰克玩得起劲时 突然他却两眼一黑 紧接着就自动退出了游戏 原来是家中的无线网断掉了 而头盔也只能在联网的情况下 才能继续游戏 无奈 杰克只好举着手机满屋子寻找信号 然而也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一个女人突然凭空出现在杰克身后 而杰克也被吓得不知所措 还没等杰克搞清楚女人是从哪冒出来的 下一秒他就被女人残忍杀害 在干掉杰克后 神秘女人冲着房间内的监控笑了笑 紧接着她就瞬间消失 如果ым能为杰克之半的谷了